现在魔术比赛超夯 评审老师的独身程度可比星光大道 可是现在更有好戏可看了 因为过年特别节目里面 不让老师来受魔术 而且要挑战高难度的歌唱大赛 评审除了请来身经百战的一哥杨峰伟之外 另外还请到了演艺圈的独身代表 许孝顺和MARJI大哥 要让大家一块来残酷给分 现在全台关系的魔术风 平常看老师的节目上 猛双参赛者独身的全度 俨然就是魔术界的星光比赛 现在录制过年特别节目 当然也要让观众来看点 Special的 平常就是老师跑我们的魔术学生Fly 出去的时候那个泪傻 泪傻 泪傻 对不对 老师虽然是很专业 但是够残酷的吧 对 今天过年我们要反过来 让我们刘谦老师 见证人生新的集结 过年变萌术的老师来说 实在太想太合了 所以这场挑战的是超高难度的歌唱比赛 不过要凭老师的评审可不得马虎 因此立刻请到同样也是身经百战的歌王 杨宗伟 这是网络点阅率最高的人气王 歌声撼动人心 灯红炸子机的杨宗伟 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各位观众 中伟你要知道他是身经百战 对 是由他才了解参赛者的痛苦 所以他对于桃子有多恨我们今天唱 谢谢到我们评审老师这里来 除了成立唱将杨宗伟和谢金燕 一向直言不惠的花级大哥 黄丽诚和曲孝顺 也来当读舌评审 比赛一开始最让大家跌破眼睛的 就是香港来的Eric老师 金人挑战台语歌曲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拿手绝活 随人 他国语叫随人叫我逼 国语 随人叫我逼 随人叫我逼 加你逼是什么 随人叫我逼 随人叫我逼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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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狗暗暗 心情定等 应该来相信 你别跟我逼分开 还有我 杨中卫老师 你确实 我觉得Eric大师 他的台风咬字都非常不错 然后 而且我也觉得赋予歌曲 有一种新的生命力 但是可能在听着感受上 画面就会少了一些 这等于 意思是太糟了 我们要听的是这个 对对对 就是说 也许 不要客气 你的渲染力还不是那么 穿透力 看了杨中卫当冠参赛者 听起分来还是有点含蓄 不过 接下来就要看看刘谦老师 怎么表现了 他从头到尾都只是在盯着自己说我不能忘词我要把它唱好 结果他忽略了所有人对他的期待 他的声音发抖 他的高音呐喊的时候很假 他的假音更假 表演魔术时 一向自信满满的刘谦老师 没有想到歌唱比赛 却踢了一个大铁板 试下的参赛者究竟还会遭受到怎样的毒蛇虐待 另类星光 你不可不看 其实不是很好 好 好 好